在晉德所能時,作為一個家長怎麼知道自己的男女性格是否讀書的材料呢? 如果在上學方面來說,可能是小學或中學一龍再上 我們就要入兒童時期的部位開始講了 小時候讀不讀書,聽不聽教,好不好教 我第一個先看了就是我的耳朵 男是左,女是右,開始的 從一歲到七歲,八歲到十四歲 只要你的耳朵是長得漂亮,不是飛輪反抗 不是有崩潰,或者是有蜜,即是有那些蜜 破壞了他的工位,小時候運程就會好些了 運程好些,自然讀書的機會就會高些 還有,他聽不聽教,聽話呢? 看看耳朵是否夠貼 如果耳朵貼面一點,他就會聽教一點 但是耳朵又不能太遠 如果太遠就變成裙腳仔了 如果耳骨太硬,耳骨硬的就難教了 所謂,人家都說,兩耳兜風就餓過雷工 可想不知那個小孩子多難教呢? 反變心就會很強 看完耳,其實我們要配眉 眉就要眉清,所謂眉清就是眉毛是順的 而是可以看得到裡面的肉 就不是說你濃密到看不到裡面的肉 你看到下面那一層就叫眉清了 木獸就是木有光彩,即是有閃光的 大部分的小孩子基本上不是有問題的 他的眼神都是比較閃光的 但就不是空光,是閃光 即是代表他心靈上是精靈的 再下來,我們要看額頭 額頭就要廣闊 如果廣闊,而火星位凸起的 火星位就是發制的位置 就是代表15歲 如果這個位置,你生得好,髮腳是齊的 那你的額頭是廣闊而明潤的 那你讀書呢,你的成績就會比較好 嗯 那如果你的法制,有些人是一個美人竿 是 那有一個美人竿呢 那就會破了他那個流年的位置 啊,原來不好的 是啊 那對於他的學業來說,那裡又差了一點 嗯 那在面上來說呢 就大約呢 就是看了我們的額頭的位置 嗯 眼眉和眼,兩隻耳仔 嗯 那當然我還要是他的氣息呢 是要紅潤的 是 明亮的,那我為之好 嗯 那如果我們用性名學的角度去看 讀書好不好呢 那在我性名學當中呢 如果在數理上面呢 我們就是會有24啦 或者是從24的數啦 那他的讀書呢 他的那個成績呢 就會比較好一點的 嗯 或者是31數啦 38數啦 嗯 這些數字呢 在你的名字裡面出現呢 那麼你的讀書的成功率呢 就會高一點點 嗯 24、31、38是哪幾個字加起來呢 嗯 很多個字都可以加起來 是要先看你先天你姓什麼 是一個部位 哦 然後你的名字 有人一個名 有人兩個名字 哦 有人叫小明 哦 譬如啊 陳大文 那就是陳大文 那就是 姓陳大文 那就是兩個字 但是有些人叫吳明 哦 什麼都不明 姓吳叫阿明 那就只有一個字 哦 那好了 當它加起來上面 整個組合在裡面的配搭 你又出現這些數字呢 你都有機會讀書成績好 嗯 另外呢就是講我們的五格的部位了 天格生人格 嗯 那你呢 又讀書又有機會 是 地格生人格 那你的讀書的機會呢 又高了一點 嗯 那你如果人格 黑總格 那又是一個幫助的力度 嗯 那當然如果不認識性命學的人 就很難理解我說什麼 嗯 但是整套性命學 又不是單一這樣可以說出來 所以這件事要了解呢 就比較 否白給你聽就比較困難 總之一句就是加減化 嗯 當你有了這個數字 再加上我的五格論去配搭 那你的學業 讀書的成績呢 你就會更加高 了解 是 那師傅其實說很難很難 其實不難的 因為在影片下面呢 就有師傅的聯絡方法 有電話 還有有他的Facebook 按進去就可以聯絡到師傅了 OK 多謝 是的 是 成績 都 是 是 對 inf 一